嗨,大家好,我們今天繼續來分析KFK預言 我們來看看義大利究竟發生了什麼50年的大事 準備去義大利留學,這個國家未來安全嗎? 從2019年開始的56年 相對安全,但仍然會有事故發生 既然上一集都講到洪水水災了 我們來聊聊KFK提過的義大利 講到義大利很多人都聽過水都威尼斯吧 在2019年11月12日歷經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水災 就是大約50年,嚴格講起來應該是53年 這水災是怎麼發生的? 義大利的地理位置特殊,而且地形也很特別 你看細細長長的,像一個靴子一樣 還有威尼斯的西湖地形 威尼斯是由118個小島組成 177條水道 401座橋樑,所以才有水上都市之稱 這個水災不是一兩個因素造成的 是綜合多項因素造成的 因為超抽地下水,造成威尼斯地層下陷 威尼斯曾在過去的100年間已經下沉了24厘米 而且全球暖化造成海平面上升 如果遇到暴風雨或是強降雨再加上漲潮,就很容易淹水 這次的漲潮水位1.87公尺 這是歷史第二高紀錄 歷史紀錄最高是在1966年的漲潮水位1.94公尺 然後這個漲潮水位1.87公尺 使威尼斯超過80%的區域被洪水淹沒 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聖馬可廣場是威尼斯中地勢最低的地方 所以漲潮或暴雨 聖馬可廣場會首先淹水 平常下雨時,雨水從廣場的排水溝流到威尼斯大運河 這聽起來好像很正常 但是漲潮的時候你就知道 漲潮時運河裡的水 也是藉由廣場的排水溝從威尼斯大運河流到廣場 因為漲潮加上聖馬可廣場是威尼斯中地勢最低的 所以就逆流 聖馬可大教堂也淹水很多景點都淹水 給我這樣講就是有點想去威尼斯 威尼斯淹水主要在冬季 大部分發生在10月到12月 偶爾1月2月也會淹水 還是你想要在淹水的時候去? 也行,每個人玩法不同 如果淹水季節去的話要準備什麼? 鞋套、雨鞋、泳衣、天真 我剛剛前面講了,淹水一公尺多 那泳衣不能嗎? 泳衣一開始沒有問題 但是你長時間泡在水裡就會冷 所以你要穿全身式的防寒衣 保暖又防曬 那麼會淹水的威尼斯有沒有什麼解決的辦法? 他們有提出威尼斯摩西計畫 這個計畫的名字就叫做摩西 跟那個摩西有沒有什麼關係? 他們希望就像聖經裡的摩西一樣 把海水一分為二保護人民 這個摩西計畫以後再講吧 因為這集在講KFK 這個KFK還有提到兩個未來人 有人問你的出生地是哪? 有和你一起的旅行者嗎? 據我所知,目前除了我 合法渠道的只有兩個曾經有過短暫的時光旅行 他們來自2075和2062的運動 有人會說KFK說的2062和2075 又不一定是論壇的那兩個未來人 可能這2062和2075 只是跟論壇上的2062和2075年份一樣而已 不是同一個旅行者 所以又有人問了 柔主柔主 你說的來自2062和2075的兩位 是241H上ID2062的和推特上IDYJ這兩位嗎? YJ提過日本差點沒了 後來遷都岡山 2062的那位還預演了好幾場地爭 但是有說中國大陸被印度幹掉 你們是同一個世界線嗎? 他們是合法進入的 他們的大部分答案屬實 但是個別回答是不真實的 是善意的謊言 所以基本上KFK他是承認2062和2075的 這個2062最早出現在2010年11月 預演了311大地震和熊本大地震 這個2075又叫做YJ 準確預演了2018年4月 衛星天空1號墜落 2021年中國會出現控制天氣的技術 2021年日本首次登入月球 2031年實現了與趨勢者通話 還有2031年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我們來看看這三個未來人都講了些什麼 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 2062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會在2030年之前爆發 2075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在2031年 KFK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在2048年 關於日本 2062 日本存在但差點就不存在了 日本首都仍就是東京 KFK 日本只剩下一半而且遷都港產 2075 日本沉默了沒 還活著 日本的首都是港產 關於外星人 未來會正式發現外星人嗎 不好意思沒有發現外星人 確認的只有其他生命行事 宇宙戰爭發生了嗎 人類與其他智慧生命體有接觸 但他們都是友好因此沒有必要擔心 外星人與我們使用同一種語言 你知道為什麼嗎 關於那個回答是 我們地球人使用的語言是 宇宙的語言 簡單說不過是一種方言 很久以前交給地球人語言的就是外星人 不會發現外星人 但會發現以前沒有發現的生命特徵 從地下海洋之下出現 物資飲食 有網友問有什麼是以後想吃也吃不到的東西 海產品 魚蝦是未來吃不到的東西 因為在未來整個海洋都被核污染 所以海裡的生物都是不能使用的 一天四餐物資充足 KFK說物資匱乏 紙在未來很稀有 牛奶是奢侈品 水果是有錢人才能吃的東西 2031年實現了與死者的模擬通話成為可能 無法和去世者溝通 問2075說 平成的下一個年號是什麼 你若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你的未來人言論基本就是謊言 你的回答如果應驗了大家都會相信你的話 因為我是未來人 我不認識他 他應該是外國政府的人吧 平成的下一個年號是什麼 回覆不可見已經刪除 所以年號一共被問了兩次 有可能有回答然後被刪除了 有人會說如果他提前公佈年號的話 年號會被更改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用別人提前公佈的年號 感覺這樣命運變成像是別人安排的 其實網路上很多自稱未來人的人都提前公佈年號 例如自稱2058年的未來人 他說年號是安時 2047年的未來人他說是興旺 然後2041年的這個未來人在日本很有名 他在2016年的時候說2019年會更換年號 時間是講對了 但是他年號沒有講對 他說叫做榮安 但有一個人年號講對 提前兩年多講令和 令和年號公佈時間是2019年4月1日 在2019年5月1日的時候正式啟用 有人說這應該只是湊橋 但是他把前面的年號都說了出來 明治、大政、昭和、平成、令和 所以確定他講的就是年號 這個推特的發布時間是在19點41分 也就是1941 我剛剛前面講的令和年號公佈時間 2019年4月1日 就是這麼巧 1941 日本推特公司發布的時間和內容是不可修改的 所以這個官方認證比ISO認證還強 而且還是免費的 那會不會是年號更換很快 所以2075不清楚也不記得 在戰國時代最長的年號叫天文 有24年 年號短的只有3到4年的時間 江戶時代最長的年號叫做寬永 有22年 年號短的只有2到3年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明治45年 大政15年 昭和64年 平成31年 如果是3到4年換一次 不記得也算合理 我們不用講到30到40年 這4個平均起來也有38.75年 我們在減半大約也有19年 目前最短的大政也有15年 所以這15年到19年之間 要說不太了解的年號 我覺得難度偏高再偏高 我發現加來這兩個未來人 2062跟2075 這集又有點聊不完了 為了KFK認證的這兩個未來人 他們說的地方有些不良 這三個未來人又說了什麼 我們下集繼續分析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分享按訂閱 巴龍我們下次見 這一個未來人 我們下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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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結束